这是2016年将官晋升典礼现场 正在前头喊口号的是 当时晋升中将的王兴礼 5年后王兴礼升任副参谋总长 不过却被爆料 抄待上演反台 难道撕烟案又上演 我们在相关人员 完成反国隔离的程序之后 会配合调查来厘清事实 相关案情国防部不证实 据了解王兴礼是陆军官校 54期毕业 曾任棚防部指挥官陆军副司令等职务 7月底升任副参谋总长后 随即率团赴美 11号返台时被海关查获 携带7条桑烟 答案规定只能携带一条入境 不过现在也有一说 7条桑烟是团员总购买数量被个人 至少高阶降临 这是个常识 我觉得这种东西 也不用什么好宣导的 这件事情本来就应该 要自我有这样的要求跟管理 尤其是前两年才发生过这件事情而已 毕竟两年多前的国安局撕严案 不少人印象深刻 当年为处理该案 总统还特地找来邱国阵 整治军纪 邱局长昔日的魄力 不知邱部长就回查明后 是否一样霸气 TVBS新闻 朱光宏 邱宛柔台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